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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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还是开心 这不是您一直想要的结果吗 应该开心的 喝茶 喝茶 喝酒 怎么喝酒 江先生 想必您对一顺百顺公司是付出过心血的 您也希望您的公司做大做强是吧 当然 古人有云没有永远的朋友 但是我们有永远的利益 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共同发展的途径 相互谋略 我得听 我有办法让余福财在新有的基础上 对你的股份做调整 让公司不撤资 共同把四顾和旅游项做起来 另外江先生 我们虽然持有贵公司的百分之三十的永久的股份 但是这并不代表 这是一份 真的会盈利的好项 我什么时候答应要跟你们合作了 你们俩要记清楚 一顺百顺 我才是最大的股东 余福财他凭什么能解决我的股份问题 你们俩撤不撤资 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你们的合同是违法的 盈盈 送客 他不同意 医疗是中的事 那接下来是按照总公司的意思 找余福财身后 余福财那得谈 但不是谈撤资 对了 雷副总发来微信 一起按照他的意思办 好笑 一切按我们的原计划 走 进来 您好 曹阿姨 你看看 怎么进来的 这 你这门都没锁呀 来来来 走开点 我看电视呢 赶紧看 现场直播 走 你姐不是上班去了吗 这姜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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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我发现他是要把我气死他 大妈 大妈 让你躲看 你躲看电视呢 好好好 好 别生气别生气 看他现在就是要疯 你 大妈你慢点走 千万别生气啊 你看你这又来了 你说这话你说这话 你推我干嘛 又怎么了这是 吃完伙计又出事了 又怎么了 堵车吃透了 我算服了你 太不专业了 这这波刚弄平整了 你这又起一波 真是 还真说对了 我今天跟撞鞋似的 你看我干了十年的起旋修画 从来没见过这事 没事一个接一个来 我怎么办 你帮我想想办法呀老师 这这没办法 这这这现场找人哪找去 人有的是小鲜肉哪找去 小鲜肉 这我帮不了这忙 您呀 我 您是小鲜肉啊 我 我小鲜肉 多鲜哪 不行 您行 前二十年还行 这这二年不成 您要约一约 您绝对行 相信我约老师 您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真的真的 不行 拜托拜托 行 不行 我这也贵呀 您您这再贵也贵不贵的小鲜肉 是不是 反正没这个数 也是帮不了你忙啊 三万是不是 行 只要您答应帮我这个忙 三万这个我自己给你出 行了 行 那好啊 行行 我也没带上那个他们那领结什么的 眼泪 您这声非常好 非常自然 咱就上吧 行吗 反正也是刚醒啊 您帮忙袁老师 谢谢 谢谢 你甭穿上我 谢谢你大哥呀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谢谢袁老师 姜董 余副才不见了 你再去他们家 再去找找 好 这是不是袁 袁硕啊 这怎么跟摩托搞一块去了 师傅您能不能快点开啊 别着急 大妈你看你这袁硕 这样看是不是挺帅的 这衣服穿的 不知道不知道 袁硕她干这个行 她又没有工作 你姐是有单位的人 她干这个 那就是不务正业 大妈你这样想就傲她了啊 这真人秀节目多赚钱呀 赚钱不就行了吗 什么赚钱啊 只要赚钱这钱就挣啊 让你杀人放火去 这钱你能挣吗 好了你别生气了啊 别生气了 其实我姐她唱得挺好的 你听我的场面特别好听 师傅您开快点吧 行不行啊 别着急 别急 别急 我跟你说你姐就是让卡特带坏了 自从认识这卡特 你姐就全变了 给 无论欣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妈 没事 别生气啊 怎么办呀 我 我得盯 我得盯那个 我得盯台上 喂 江总 房子很多天没人住了 对 我问了保安 物业啊 委托别人租出去了 你们不知道 还有你们不知道的 你告诉老北啊 他的行踪怎么可能告诉我呢 我不能啊 往他账户打了那么大一笔钱 为什么不早说 为什么不汇报 我只是一名小脚的总监 不是故动 更不是执行动势 老总的事我有权过问吧 他余福财长打问能不打吗 他这是犯罪你知道吗 凯特总 能回来了 来来来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余福财呢 余福财 余福财 凯特 明知故问吧 不是你通风报信 余福财能跑得那么利索 对 你给我说清楚 谁通风报信 装傻冲愣 果然跟雷副总说的一样 可惜啊 我还是来往的一步 让余福财给跑了 跑了 别装无辜了 不是你暗中周全 余福财会跑得连个鬼影子动有 好 余福财跑了 对凯特有什么好处 你是凯特的秘书 不是雷副总的 你口口声声跟我提雷副总 你背后又干着什么勾当 我是AHP的员工 听命于雷副总 也是总裁奎利先生的意思 我现在就是执行的总裁的命令 余福财跑了 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在上后工作上 余福财对我 比对你们任何人都重要 我能让他跑了 那就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了 戴维 你作为凯特的秘书这么长时间了 你竟然还不了解凯特 要不是凯特把你调到大中华区域 我想 你现在应该是在非洲的贫民窟吧 你什么时候跟雷副总 搞得关系这么好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我当然信总裁的 你们的所作所为 和雷副总预测的一模一样 你竟然还去找姜德顺 这难道还不让人怀疑 找姜德顺是为了解决问题 前天还对姜德顺指高气扬 今天就换作卑躬屈膝 让他拯救世界 这变色龙也没你们这么快吧 你根本不了解 是 我不了解 但是我确切地知道 俞福才跑了 先生 戴威 你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呀 连我们去找姜德顺你都知道 我只能行践通的 我做不到 现在的消息可真够 最后期限 如果你再不出现的话 我可要找警察请你了 妈 妈 你松手 你算我一定路了 妈 妈 你们俩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妈 怎么了这是 妈 别别 怎么了 干什么呀这是 别别 瞧瞧这可情 成二溜子了 你问问她怎么了你 我说 我不急啊 别急别急 凯特 你还在干吗 为什么不报警 到时候我们公司怎么挽回撤资 报警就能撤资吗 到时候你恐怕一分钱都拿不了 是她还是她 给你签字 各位 账上已经没钱了 那业务还在吗 不是还有信心流吗 那个钱不好动的呀 动了那个钱客户的钱就付不出 到时候公司就瓦碳了 似连锁反应啊 对吧 吕丁你还真挺明白的呀 你还知道连锁反应啊 那当初为什么让余福才跑了 我跟你通话的时候 为什么不稳住她 不是 那我来报警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到时候别说雷副总那边 总裁那边怎么交代 我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凯特 那善后那边 善后当然也是由我负责 就不劳烦大卫先生费心了 现在这个项目是由雷副总负责的 你只是听命于雷副总 而我现在执行的就是雷副总的命令 你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请先向总裁提出 对不起 我不执行雷副总的意见 教典 走出来 你委屈什么呀你 我委屈你了吗 怎么了 爸工作死了 教典婷 这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你妈商量一下啊 幼儿园那是有国家正式编制的 我要不是说看了他那个朋友圈 我还蒙在鼓里呢 我就看了朋友圈上面 全都祝贺他 找着人生定位了 说他就 就祝贺他 我说找着什么人生定位了呀 成功也有名了你 你 你这胆也太大了 胆太大了啊 你不跟你妈说 不跟你小叔说 你可以跟我说一声啊 是不是啊 我知道这里边的厉害啊 那单位不是说尽就尽的 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啊 圆叔叔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不得这么说话 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啊 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啊 工作的事是你自己的事吗 是啊 你去打听打听去 多少人为了这个编制 都挤破脑袋了 是啊 你可得好 你 你说扔你就扔了 你扔了可以啊 你要是有大出息 你 你做出大事业了也行 你这叫什么呀 你瞧瞧 你成为个小流氓了 你看你 你这 我成功有什么不好的呀 我自己喜欢不行吗 不可以 你喜欢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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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家是正经的人家 是 不 你也别说 都来那卡特 都是他骨子的 你这 你再把眼睛擦亮了 咱不能与狼共舞 不管卡特的事 自知是我自己的主意 你怎么还这么说 你再跟我说一遍 你再说你自己的主意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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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你自己的主意 你再说 不能打 不是你打死他了 你再说一遍 你撕着你自己 你自己主意 你赤板硬了 你自己的主意 对不对 我告诉你吧 你跟那个卡特 认识你 后他就没有 你就非 不是个好东西 那个卡特 你瞧瞧他那德纪 我的事 别往别人身上扯 你看你少说冷静 我不撑 我不撑 行了 行了 进来 别人身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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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身上 行了 看我面吧 别人身上 我告诉你 没有卡特 没有卡特 你能变成那样吗 是是是 你行了 别人身上 听你妈的 不符合许识的事 我为什么要听她的 你还叫她 你别 你干嘛欠你 你干嘛欠你 乱叔你还要乱动我 你看 你这孩子 别人身上 永远别回来你 你看她你这 别别别别 别着急 别着急 我 我跟你说啊 你 你看看 你看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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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先喝点水 你说现在孩子大了 你说有什么好啊 是啊 你说辛辛苦苦把他们拿出来这么大 是 他就这么亲你 是是是 我我我我忍 那她觉得把你气死了 她就踏实了 是啊 是 你说现在这孩子们 是是是 你 你 这边没用 你就是这个 我都说姜天胆大 她比姜天胆还大 你是不是 你瞧瞧现在 她哪儿像我的闺蜜啊 行行 我现在学变 你说容易不容易 把她拉成这么大了 不容易 不容易 真是 都不省心 你说什么她都不听你现在 你说什么你都 你就是 你就是罪人了 不不不 不激动 不激动 姐俩 我理解 我理解 弄个老外 死活就要跟着她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是 这洋人怎么有什么好啊 这孩子不懂什么 你 你 你 喝一口吧 真是 你 生气得急着个好歹 哎 德叔 我打听过了 鱼胖子没回老家 对 他老爷子 都两年没见过他了 上次见面呢 还是你跟他一块回去那次 你放心 能发的群 我都发消息 要是 有线索的话 早就该有消息了 哎 对 哥 你说咱要不要报警啊 这事啊 用不着麻烦你 有人比我们着急 你说这一胖子 还来个背后捅刀子 跟咱们玩这出来 我还真是想瞧他 好 好 才十五万 这 这也太过了吧 就这档事情 我出多少累你知道吗 你说那小鲜肉 五分钟都下来了 后边一个多钟头 都是我盯的 那是卡特和姜婷 是啊 卡特姜婷也不是我找的吗 你说那个大腕腊肉什么的 一个也没来啊 就是因为他们没来 所以我这个费用才被缩减的 你说行我不能缩 旅丁 你是新公司的运营总监 余福财要是跑了 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这个我是晓得的 余福财的朋友圈 你应该很了解 帮我转告他 我有办法不让公司撤资 共同进退 不撤资 那待会哪边 我想告诉二位 事在人为 余福财躲得了初一 躲得了失误吗 直面问题 改变问题 改变问题 这才是上策 是 是 是的 是这样的 要不这样吧 开大总 如果我可以联系到余福财的话 我就算是托人带话 我也要劝他回来 好吧 妈 你怎么来了 我开会呢 走 走 走 二位 我送 媳妇 你想要什么你说话 你说咱俩爸 是吧 姨妈姨大妈 你 姐 孩子乔车啊 都有份想说什么你说吧 你别啰嗦了 大妈发飙了 妈失踪了 因为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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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辞职了 我妈这会儿 我姐扩她女儿去了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了 回家呀 咱以前别回家了 不回家去哪儿 大妈都动手了 我爸不在家 你爸又拦不住 卡特在外面又进不去 急得快翻窗户了 那挨了劲打 又能怎么着啊 你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知道我姐辞职的事啊 走 这开车呢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那早说晚说不都一样吗 这能一样吗 我告诉你啊 我姐可是乖乖女 这为了卡特能连工作都不要了 这是爱情的力量 水到渠成的事吗 大妈这回非疯了不可 江苏吧 要知道女儿是谁 也非疯了不可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所以啊 我告诉你 必须要阻止我们 让我爸把公司收回来 在这儿女儿 要是让我爸知道 女儿是谁的话 什么事都干不了 听见没有 新闻英明 下车啊 要不我我我替你开会儿啊 拿着坐下吧 妈 那你回去路上慢点 有什么事给我发微信 行 文心 你要是忙就先回去吧 行 那个我还有事 等候呢你要回国就告诉我 我玩订机票 好啊 嗯 你慢点 先走了 文心 怎么了 妈 妈还是想跟你说 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跟爸爸的事情 过段时间再说好吗 我最近真的太忙了 行 行 那你考虑考虑 你给我小心点 先去忙啊 妈 妈 您俩怎么来了 您说呢 您怎么还扭扭捏捏捏的呀 您说呢 您怎么还扭捏捏捏的呀 您说挣钱了 想要孝敬您 今次大餐 行啊 能挣钱是好事 挣钱了自己攒着不用孝敬我 我都给您攒着呢 笑笑您呢 餐厅都订好了 咱们回去换身衣服去 就去吧 行 去 走 芸芸 江总让准备的文件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都准备好了 你的呢 旅游和四户项目绝对没问题 邵阳 那我干点什么呀 你呀 替我们撞门面 明白 叫上兄弟 带上家伙 看我的吧 打架去 气势上去不能输给他们 你说你 你你你这么大个个儿 打扮成猛男就成 明白 保证王介容 喂 江总 喂 金儿 我马上就飞过去了 明天正式撤资 在气势上你一定要给我做足 是我在危难之际 保住了公司的安全 尤其是在大卫和莱托面前 我知道 脸上贴金的事 就全给你了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明日见 明日见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了 妈 您看这法式大餐吧 这时间挺长的 一坐上啊两个小时 我事先都点好了 您别跟我客气 您女婿我最近挣大钱了 咱们得分享一下快乐 好 你还知道自己姓什么不 好 嘚瑟 这怎么叫嘚瑟呢 大伙开心哪 显摆 你这是显摆 谢谢你啊 女婿 可是你说我现在 我哪有心情吃这法国大餐呢 隔岸观火呀 我就看着他们父女俩这么丝吧 你说我这心里啊 就跟那猫抓了死 妈呀 您先别关火了 您先关菜吧 这么好的菜不吃多可惜呀 再者说了 这眼下头一件事情 就是姜叔爸把公司 先从余福财的手里夺回来 然后再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那样的话 姜叔爸跟他闺女 还有不合作的道理 对 妈 袁叔说得对 先让我爸把公司要回来 再谈合作的事 是不是 现在啊是要回公司的关键时刻 千万不能让我爸乱了房村 对 是这个理啊 听着是这个理 可是我怎么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其实妈 我觉得吧 我跟温馨挺像的 强识惯了 一下子呢 发现自己千辛万苦头的公司 里面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心里接受不了是难免的 是不是 对 对 酒好喝 酒好喝 甘甜 妈 那个 你呢 换位思考一下 你想想 我爸前段时间被余福财逼的 就窝在那么小一个地方办公 你想想 他心里得多憋屈啊 那可是他二十年的公司啊 就跟他自己孩子似的 再说了 文心他们公司 那么大 这么点小事儿 其实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的 不算什么 对吧 所以现在是关键时刻 千万不能让我爸因为亲情 然后影响了判断力 将今儿说有道理 嗯 嗯 再说了妈 其实啊 我爸没有想把文心怎么样 他就是想让文心从余福财那撤资 是啊 可是你说 你说 就这么眼看着他们这个 这父女俩这么撕吧 你说 我担心以后文心 就不想认这个爸了 妈 就是现在能认也不能认哪 为什么 这是肯解的时候 您想啊 凯特李要认了姜叔爸 那怎么跟公司交代 姜叔爸要认了凯特李 那万一心一软 那公司就没了 对 妈 其实啊 我挺想让我爸认文心的 你看 我这不是也认你了吗 但是现在真的不是时候 时候不对 明白了 你们俩的意思就是 现在不能跟姜德顺说 文心是他女儿 来不 妈 妈 您快点 来 咱也喝点 咱杯 嗯 挺好的东西 妈 喝着啊 你怎么没这个菜啊 扶 扶云 不用不用不用 这菜齐了 我就这个 脸挺好的 李爸 不是 不是 还有菜呢 你说你这个女婿啊 哎呀 见您 坐好 健康 来来来 我给你俩 行 谢谢妈啊 凯特 还要是 珠健一和李迪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吗 好吧 虽然我一直不愿意承认 但是预复才真的跑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还有你的贷款 你怎么向张参交代 姜德顺 姜德顺 她 她是最害怕公司倒的一个人 我倒要看看 她怎么继续把公司运作下去 可是就现在这种情况 公司就是个大窟窿 姜德顺怎么填啊 来头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觉得窟窿 就是犬眼 生命之犬 可是余福才 蜀目寸光 看不到这些 我现在想 她要逃 能逃到哪儿去 但是现在我们命令的问题是 如何善后 已经不需要我们善后了 姜德顺会给雷军一个好处 帮她镀层金 然后顺理成章地接替我的位置 我明白了 为什么那天你会这么怀疑 打从姜德顺 见到克里总裁那一刻起 其实你就有所察觉 谁会把克里总裁的行踪 那么的了如指掌 连住哪个酒店都知道 而且恰恰姜德顺就在那天 见到了克里总裁 这其中一定是因为一个人 雷副总 这又是为什么 戴卫会知道我们去找姜德顺 算了 现在就看看姜德顺的好戏吧 看看没有余福才 她如何掌管公司 没有她的签字 没有她的存在 她怎么真正地把公司运作下去 拭目以待 来 金兰 人是天 饭是刚 你多少吃一口 你说我就这么一个玩儿 还变成这样 你说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别 别这么想 我不吃 从今天开始我就绝食 别别别别 别 不至于她 你对不起谁也不能对不起自个儿的身子 你说是不是 多少吃一口 吃点 我不吃 气都气饱了我 我已经让袁硕和姜天去找姜亭去了 妈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来来来来 姜亭呢 没跟那个卡特在一块吧 没有 这跟我怎么在一块呢 太小兴服了 你听 快休息一下吧 没事了 去哪儿去哪儿我不管她 妈 您这就口不对心了啊 明明担心我姐呢 她嘴硬 那时候我姐就出去一小会儿 去跟猫抓了似的 而你姐现在连工作都没了 那我那工作都丢了多少回了 你也没说什么 我姐才丢了一回 你的工作和你姐的不一样 你姐那是在编制内的工作 她就这么给辞了 真是快要把我气死了 是啊 我跟我姐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挣的钱比我姐多呀 而且我每天都能运动 开开心心的 你不是也希望我姐姐 每天特别开心 对不对呀 那那那不一样啊 你这工作你哪能跟你结比呀 你怎么啦 不是您说话我都不爱听 那姜亭那是工作 那天就不是工作呀 不是你真逗 那我们天天玩着呢 不是 你说什么呢 对对对对 正好姜亭看小幸福去 也没事了是吧 没事 咱们抓这个空啊说点正事 好 你说 现在当务之急 是让德顺把那个公司给拿回来 从余福蔡手里给拿回来 是吧 然后咱再和凯特李商量 怎么投资那个事 到时候都是一家人了 怎么不能商量呢 对吧 是 可最重要的是啊 从现在起 就不能让你爸知道凯特李是她亲闺女 从现在开始 咱们在座的每个人啊 嘴上都上马索 加密的 谁也不许说出去 记住了啊 主要罗美娟 得跟罗美娟说 她肯定得告诉德顺 是 大妈提醒的太重要了 是吗 这让我交给你们俩了 找个时间 好好跟罗美娟谈一次 无论如何不能让她 告诉 你爸是凯特李是她亲闺女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她的公司里是投了钱的 有股份 对啊 到时候 大水片了 对啊 所以 都在这儿搭了 你自己想算吧 你 这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 没错 重量了吧 重量 吃一口吧 淡淡妈 来干凉了 吃一口 吃一口 妈呀 有没有为难姜婷 顾不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姜婷没事吧 姜婷没事 我姐 已经成功地卧底在 我丈母娘身边了 古尔茜漾 作词曲名录isse 制 ihrer挑战 你亲手种下的花 阳光下长大 你常看的那些书 填满我的书架 冬天来临床才像 散落的雪花 点缀着温馨的家 心快被融化 多少天多少年多少路 才能够让幸福抵达 还能有几盏灯几个人 一直会在为我牵挂 一个人一幅画一道菜 一杯茶在为你等啊 一天天一年年两个人 一辈子冲起一个暖暖的家 牵手看夕阳落下 拥抱着晚霞 感谢有你陪着我 撑起了这个家 我不是当我们老了 头发都坏了 不能再开口说话 心依然牵挂 多少天多少年多少路 才能够让幸福抵达 还能有几盏灯几个人 一直会在为我牵挂 我牵挂 一个人一幅画一道菜 一杯茶在为你等啊 一天天一年年两个人 一辈子冲起一个暖暖的家 一天天一年年一辈子冲起一个暖暖的家